这是一个子女可以审判父母的世界 仅一周时间就有近五千多万名母亲因不及格被抹杀 而我翻遍所有的抹杀名册 竟没有一位父亲上榜 大法官 审判时间到了 我和尚名册 审判台上此刻已传送了三百名母亲 他们头上套着绳索 脚下踩着高凳 这些母亲 只要被我判定为不及格者就会被抹杀 反之 没有反之 所以我要创造反之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证文现在开始 你还记得电影赛德克巴莱里女人为了给抗战男人们省下口粮 集体上掉自意的场景吗 当我看见三百名母亲被吊在审判台时 我想到了那个悲壮的场景 我是一名穿越者 此刻正穿越到这个世界唯一一位女法官身上 在我的面前 是被高高吊起来的三百位女性 她们都是母亲 这三百名母亲一共被分成十列 每列三十个 每个母亲的头都被套在麻省凝城的套里 她们脚下则是将将可以踩到底的凳子 根据这个世界的规则 如果父母被指控不合格 就会被抹杀 可让人奇怪的是 我翻阅了所有的抹杀名册 上面全是母亲 为什么被审判的只有母亲 疑惑之时 审判局公共语音系统已经发出提示音 主审官已就位 按下红色按钮 审判即可开始 可我没动 因为很明显 这场审判名义上是审判父母 可事实上却只针对母亲 可孩子又不是母亲自己无性繁殖出来的 见我没有动 其他六大审判官在审判局内部语音系统里疯狂催促 就可以定完300人的罪 我可等着下班回去钓鱼呢 这女人就是默契 要不是我们审判局被要求一定要有一名女法官 哪里轮到她呀 估计出卖了色相才拿到这个位置的吧 纯纯浪费我时间 那倒也不用这么揣测别人 毕竟是个女人 是面见的不多 13年来又是头一次站到法官时上 难免紧张吗 咱们做男人的 对女人得让着点 审判局内部语音系统 不停传来另外六位陪审法官的巴巴声 跟公鸭子变嗓似的让人难受 我一把把尔麦扯了下来 世界终于安静了 我是穿越过来的 原生叫陆念 是审判局里七大法官里唯一女法官 根据规定 主审官采用轮值行事 每两年一轮 陆念进来的最晚 所以他是到第13年 也就是今年才当上了主审官 在对父母的审判中 主审官拥有七票判定权 陪审官每人只有一票 另外一票 则是按照谁提起控告 谁拥有投票权的法则 比如是子女提起控告 那么该子女就占一票 可我扫了一眼台下 并没有见到孩子的面孔 倒是密密麻麻坐满了男人 这也太奇怪了 赶紧按下红色按钮开始审判吧 原生以为我不知道流程 好意提醒我 可我只是死死盯着面前的按钮 此刻 在我面前的按钮一共有两个 一是红色 还有一个是绿色 无论是系统提示 还是其他六位法官和原生的提醒 都要求我按红色 可为什么不能按绿色 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我把手伸到了绿色按钮 你别动 原生大叫 那个绿色按钮按下去 就启动双审判机制了 什么是双审判机制 我问 但我一下子又明白过来 是不是按下红色按钮 只能对母亲进行审判 而要是把绿色按钮也按下去 就会一并开启对父亲的审判 原生声音极其微弱 是这样没错 但是你不要试图按下去 你会让我得罪审判局 其他几个同事的 我冷着眼朝陪审的法官团看去 六位陪审官此刻 正挥舞着双臂 让我戴上耳脉 看嘴形 我都知道他们 是在质问我到底想干什么 我冷笑一声 是因为那几个陪审官 害怕自己有朝一日 也会被送到审判台 所以干脆联合起来 封印了这个绿色按钮 是这样没错 我曾经试图劝说他们 解开绿色按钮的封印 但是没用 他们有六个人 而启动这个绿色审判按钮 需要七个人的印尼 没有印尼 就根本做不到解开它 后来我再提要 解开绿色按钮的封印 他们就恐吓我 说我要是再敢提这件事 就把我也送上审判台 你知道的 我可以审判一个母亲 人生很是无奈 你一定觉得我很懦弱吧 作为一个法官 竟然看着不公平 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发声却毫无作为 我笑笑 不 你不是不作为 你只是少了一个 不守规矩的人帮你 说完 我转身走下了法官时 在全场的窃窃私语中 我来到了陪审官的位置 陆念 你他妈的到底在搞什么鬼 钥鱼老法官看到我就是一顿吼 我笑笑 拍了拍拍了间 又一一跟其他的陪审官打招呼 没搞什么鬼 就是过来感谢一下 大家这么些年的照顾 另外 今年我当主审官 打算给前辈们送个礼物 钓鱼老法官扎扎嘴 小姑娘 这样才像话嘛 就送我一副钓杆吧 我也没别的喜好 说我靠出卖色相 才拿到职位的胖子法官 色秘秘 早知道陆法官唱歌好听 哪天陪我一起去唱一个呗 其余几个法官 虽然对我的行为感到疑惑 但见我一个一个鞠躬道谢 倒也没再说什么 等我回到法官时尚的时候 我的手心里多了六块印尼 加上袁申身上的 正好七块 原来你去和他们寒暄 就是为了这个 袁申惊呼 我笑笑 你是法官 职业不允许你去偷鸡摸狗 我反正又不是真的法官 袁申 六 可以告诉我 你在你的世界 到底是干什么的吗 我杨未杨手中的印尼 这还不明显 如果不是专业的 谁能一下子顺到六个印尼 七块印尼放置完毕 但绿色按钮依然按不下去 袁申提示 必须先按红色开启审判 于是我按下红色 审判局公共系统提示音 再次响起 本轮审判正式开始 首先审判的是第一组 无用的家庭主妇 话音刚落 只见十列中的 七列母亲头上 都出现了七个字 无用的家庭主妇 请无用的家庭主妇 组的丈夫代表 起身发言 这时台下的 七列男人里发出骚动 他们的头顶上都写着 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列队里的男人们 各个西装革履 婆发说的也是有光发亮 而站在审判台上的 家庭主妇们 却各个穿得极其朴素 看起来像是女佣 正想着 一家之主列队里的丈夫 代表亲了亲嗓子 开始发言了 我代表一家之主列队里的 所有丈夫控告妻子 作为孩子母亲 他们不合格 我们列队的丈夫 各个都是职场精英 在外面辛辛苦苦 打拼位的就是这家 而我们的妻子 孩子的母亲 一天到晚不用工作 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活 带带孩子 却要求我们 每个月给五千生活费 就是夫妇房贷 车贷 买买菜而已 哪里需要用得了那么多钱 但孩子他妈 跟我们算账说 就是要花那么多钱 甚至说我们给的还不够 我们做丈夫的也好 说话就给了 但你拿了钱 孩子你得养好吧 结果呢 孩子成绩班级垫底 一个月给那么多钱 连孩子的学习成绩都搞不好 还当什么孩子他妈 所以我们控告 他们的罪名就是 无用的家庭主妇 无用者就该被抹杀 我听得皱头直眉 一个月五千 除了一家人的生活费 还要付车贷 房贷 这些母亲 到底是靠什么生活下去的呀 这些丈夫又是哪里来的脸 要控告这些可怜的母亲的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世界一直都只开放了 控诉母亲通道 这些丈夫们 从来没有被凝视过 所以他们早已经习惯了 凝视母亲 审判母亲 甚至 他们期待着 再换一个妻子 做孩子的母亲 因为 在这个世界 没有离婚 只有结发妻子被抹杀 才可以迎娶下一人 口说无凭 接下来开启回忆镜 审判局公共系统语音播报自动 Q流程 下一秒 足足210块大屏幕 出现在审判场 每块屏幕又划分为2 左边镜头是丈夫们 坐在格子间里工作 右边镜头 则是作为家庭主妇的 母亲们的工作 丈夫们每天早上8点到公司 在格子间工作到 中午12点吃饭 午休一个小时后 工作到5点半下班 偶尔加班到7点 但不管是5点半下班 还是加班到7、8点下班 回到家后 他们都是往沙发上一躺 除了跟家务有关的事情 他们都干 直到睡觉 而作为家庭主妇们的 母亲的镜头 却十分琐碎 6点起来给丈夫 孩子做好早餐 选好他们各自要穿的衣服 整理好上班和上学要带的东西 然后丈夫出门上班 他们送孩子去学校 接着去菜市场买菜 把水电费 燃气费该搅个搅了之后 回到家的时候 差不多正好9点 开始拖地板 抹桌子 洗衣服 厕所的马桶 丈夫要的到处都是 但是刷马桶就花了不少时间 一个上午下来 感觉自己又是保洁又是保姆 但中午又到了 公公住院 婆婆一个人在家 得赶紧做饭 先送医院 然后再去看看婆婆 这时候母亲们觉得 自己又化身了护工 给照顾好丈夫的爸妈 厨房里的忙碌 路途的奔波 家里的小轿车 是有工作的丈夫再开 自己只能坐公交 搭地铁 来回这么一转 又到了该接孩子 放学的时候了 5点回到家 开始给孩子做饭 饭菜刚做好 丈夫回来了 怎么饭菜还没做好 一天天的在家里 都干了些什么 你看 这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也不知道收拾一下 丈夫把袜子一脱 窝在沙发里 开始玩手机 他不想知道 也没有耐心知道 在孩子回来之前 地面整洁的能照镜子 但孩子才5岁 趁着母亲在厨房做饭的功夫 就把地上扔满了 自己喜欢的玩具 等吃完饭 丈夫依然玩手机 母亲把碗筷桌子弄干净 开始扶导孩子写作业 丈夫偶尔有兴致 去看一下看孩子写的东西 什么 基本的惩罚都不会 你到底是怎么教孩子的 妻子告诉丈夫 孩子才5岁 而且一直都是自己在教 你不是理科厉害吗 有空教一下孩子吗 教教教 知不知道我每天上班有多累 一个月给你那么多钱 都花哪去了 自己不会教 就花点钱给孩子找个老师 别一天到晚只知道买买买 丈夫只知道 妻子一天到晚啥是没有 倒是每个月要钱要的特勤快 但是他们不知道 5000块钱的生活费 除去房贷 车贷 根本不足以一个妻子买买买 他能买的 只能是孩子喜欢的衣服 玩具 还有能让丈夫更加体面 出去上班的衬衫 西装和皮鞋 至于兴趣班 补习班的钱 那些被称为无用的家庭主妇的母亲们 只能利用空余时间 找些能在家里干的兼职 把钱攒起来补提家用 他们常常为自己不被认可而焦虑 也为自己没有能力 顾及到自己的父母 而时常内疚 为什么这些母亲甘愿受这样的苦 不能离婚吗 我问原生 实在是回忆尽力的东西 看得我憋屈的慌 可以离婚 离婚的前提就是 一方被抹杀 但你也看见了 我们的世界没有开启对父亲的审判 所以这么多年来 被抹杀的只有母亲 没有父亲 所以在你们时空当父亲 还真的百利无一害啊 错误都是母亲的 当父亲的可以完美隐身 不过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毕竟辛苦这件事情 靠嘴并没有说服力 有了回忆镜 至少丈夫们可以清清楚楚 知道自己的妻子 作为全职太太并不是那么轻松 然而回忆镜放完 一家之主列队的丈夫代表 就迫不及待继续向我控诉了 主审官 你都看到了 这些母亲们的日常就是学校 菜市场和家里 根本没有什么价值 我们做丈夫的给他们钱 是希望他能为家庭创造利益 创造价值的 可你看 他们都回报了我们什么 该代表特别生气 他甚至掏出了一张一张孩子的成绩单 这是我们一家之主列队里 210名孩子的成绩单 最好的 也就是班级中游 大多数都是中下游 一个当母亲呢 连孩子的学习成绩都顾不好 有什么脸面 再继续每个月拿我们的钱 我们全都投抹杀无用的家庭主付一票 大屏幕抹杀两个字的下方已出现一 看来这组父亲已经都做好了决定 你搞不赢他们的 现在无用的家庭主付 210位母亲的被抹杀票 已经有了7票 你只有6票 袁深提醒我 钓鱼老法官也在耳脉里催促 陆法官赶紧判吧 我们都投了抹杀 你也别犹豫 我抬头看向钓鱼老法官 刚刚在210的回忆镜里 我就看到他的身影 钓鱼老法官还真是重度钓鱼爱好者 平日下班 吃完饭 屁股一拍 拎上钓杆就去钓鱼 钓到晚上回来 妻子放个热水澡 倒头就睡 周末就更不用说了 几乎不着家 每天和钓友到处钓鱼 妻子带两个孩子 还要伺候公婆 一个刚做完手术 一个半摊在床 有时候妻子会要求钓鱼老法官 这周末 陪陪孩子吧 家里实在忙不过来 钓鱼老头都不抬 拎上钓具 我一天到晚上班累死了 一周五天班 每周就两天假 就这样你还不让我休息 你把我当驴 还是把我当你丈夫 妻子还想劝 孩子说好久没和爸爸 一起出去玩了 不然你把孩子带出去两天 钓鱼老没偷一皱 我就想亲近两天 你还让孩子跟着我 我看你是想偷懒吧 妻子还想争辩什么 钓鱼老法官却发火了 我一个月给你五千 供你吃供你喝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为这个家里 到底付出什么 搞搞卫生 带带孩子 我请个保姆 照样能做好 你就知足吧 等钓鱼老扬长而去 房子里除了老人痛苦的呻吟 孩子的尖叫 还有一道 谁也不在乎的无声哭泣 那是钓鱼老妻子的眼泪 我再往审判台看去 钓鱼老法官的妻子 是无用的家庭主妇 列队里 钓在第一列最前面的那女人 听说 排在第一列最前面的女人的丈夫 就是罪名的发起人 简单来说 无用的家庭主妇这项罪名 就是由排在第一列 第一个的女人的丈夫发起的 我的肝胆都在发颤 钓鱼老法官还在催促我赶紧投票 投完今年70%的工作 就算结束了 可我却说 不 我不投抹杀票 我对着耳麦说道 死钓鱼老 还记得我刚刚说 要送你们几个掌杯个礼物吧 我冷笑看向六个陪审官的方向 那么 请注意 从我开始 这个世界对你们的审判 就要开始了 然后 在六位陪审官 还有丈夫控告团 无比惊恐的眼神里 我按下了绿色按钮 绿色按钮一按下去 审判局公共语音系统 响起了提示音 请注意 请注意 双重审判机制已开启 目前系统检测到 审判台的被审判者有缺失 三秒后 系统将会传送缺失的被审判者 一阵尖锐的三 二 一后 全场黄沙狂舞 就算是站在法官时上的我 也看不清此刻的审判台 是什么景象 等倒数结束 再看审判台 每一列无用的家庭主妇旁 都对应的吊起了自己的丈夫 我数了数 刚刚好 七列 二百一十个 这是怎么回事 陆念 你这玩八蛋 你到底做什么 钓鱼老法官的声音 在审判台上响起 此刻他的头颅和自己的妻子一样 被放在了绳套里 由于他拼命挣扎 所以下颚被粗糙的麻绳摩擦出了血迹 还有就是钓鱼老身高较矮 而脚下的凳子却是固定的 所以钓鱼老只能吃力地点起脚尖 才能让自己不被勒死 我冷笑地看着他 无视他的咆哮和怒吼 开始进行审判解说 各位 自由主义世界的居民 这是双重审判机制 17年来第一次开启 我有义务跟大家讲解一下 接下来的流程 双重机制开启后 判决法则将由人生体验系统决定 因一家之主丈夫控告家庭主妇无用 因此丈夫将和主妇进入人生体验系统 进行身份互换 各位现场的人员也要注意 我们在现场观看身份互换视频10分钟 在人生体验系统里则是漫长的10年 也就是说被审判者进入人生体验系统后 10年的体验时间里 如果丈夫们在身份互换后可以坚持 做10年家庭主妇 不提前叫停 那么该主妇就会被系统自动判决抹杀 反之呢 丈夫们问 没有反之 我答 哈哈 不就是做10年家庭主妇 小儿科罢了 赶紧开始开启人生体验系统吧 无用的家庭主妇们 等着被我们一家之主抹杀吧 丈夫们的狂笑 掩盖了我唇角微微扬起的一丝冷笑 游戏终于开始了 在人生体验系统里的丈夫和主妇们 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主妇们学习工作技能 该读书的读书 该进修的进修 该考试的考试 很快就适应了丈夫们的工作 他们开始朝九晚五 而丈夫们也开始了主妇的日常 早起六点 为妻子和孩子做好早餐 然后送孩子们上学 他们没有车 因为没有工作的人不配有车 这也是他们以前对自己的妻子说的 所以映射到人生体验系统里 丈夫们也只能坐公交 转地铁的买菜 送饭 接孩子 晚上还要辅导孩子学习 曾经的家庭主妇们不见了 被困在学校 菜场 家庭的只有丈夫们 能上学的孩子还算好的 要是二胎家庭 正上学的孩子 外加碰上刚出生新生 生活那才交易团造 因为一天24小时 没有一分钟是属于自己的 孩子哭 闹 叫 哄 几乎发生在你想上厕所 在洗菜 在打电话 在睡觉过程中的每一分钟 而这样的每一分钟 要持续且重复的24小时 而这样的24小时 要重复至少一年 而未来的岁月呢 还不到未来的岁月呢 丈夫们就已经撑不住了 我们通过人生体验系统 看到已经有丈夫 跟曾经的家庭主妇抱怨 可以花钱请约扫帮忙吗 你一天只知道上班 知不知道家里有多少事情要处理 可曾经的家庭主妇们是怎么被告知的 如今在人生体验系统里 就是如何被告知的 一个月给你五千 连个孩子都带不好 我请的保姆都病强 一天天的班不用上 只知道要钱 你知不知道上班有多辛苦 曾经的家庭主妇们 训斥完自己的丈夫 又出门了 今晚 他们有一场钓鱼节 几个姐妹早就约好了 中秋三天假期 他们就没打算在家里待 孩子哭叫时候 丈夫的训斥声 婆婆瘫痪在床上的尿骚味 都让他们心烦 外面的世界多好玩 没有所谓责任 没有所谓家务缠身 一片亲近 这是之前提出要审判 他们的丈夫们的心态 如今进入系统后 都会转移到曾经的家庭主妇身上 第一年 丈夫们为了能够顺利抹杀 无用的家庭主妇们都忍下来了 第二年 有十位丈夫选择退出 第三年 第四年 总共有一百名丈夫退出 到第六年 控告无用的家庭主妇的 三百名丈夫已全部选择退出 等他们走出人生体验系统的时候 曾经的家庭主妇们的脸上 是轻松惬意 容光焕发的 他们衣着得体 光鲜亮丽 就算是踩着一双平底鞋 都散发着朝气和活力 而一家之主的丈夫们 经过人生体验系统这几年 西装 衬衫 皮鞋 早就退出了他们的生活 取而代之的是 更方便干活的拖鞋 不鞋 大裤衩 还有根本没有时间打扮 日复一日重复的朴素穿着 他们看起来像是家里的男仆 而不是家里的丈夫 结果显而易见 一边是丈夫们的纳闷和抱怨 另一边则是我的同事 另外六名陪审官的气急败坏 陆念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偷走我们的印尼 重启双重审判 这份工作你还想不想要了 而其中最急躁的 就是要我赔偿的胖子法官 他在耳脉里大喊 陆念 你这个臭娘们 我要把你也送到审判台 当然 这里面最阴雾的还是钓鱼老法官 他没有大吵大闹 而是在耳脉里悠悠地说道 陆念 你最好弄死我 不然等审判结束你 就会被我们弄死 我眯着眼 朝审判台看去 钓鱼老法官 此刻对着我 做了一个抹杀的动作 可他不会知道 此刻他没被抹杀 并不会代表 他最终不会被抹杀 成大事者 主打的就是一个耐心 快了 再等等 等死之前 他们最终会知道我到底是谁 当我在回忆镜里 看见胖子法官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了他跳脚的原因 原来 他就是强势母亲 理应被抹杀组罪名的发起人 此刻 胖子法官正和提出 此项罪名控告的丈夫们 掉在审判台上 在黄色沙尘卷起来之前 我听见他在耳脉里吼了一句 陆念 你不得好死 没时间跟他斗嘴 我数了数 此项罪名一共两列 总计60名母亲 和无用的家庭主妇组一样 该组也有一个丈夫代表 让人惊讶的是 无论是上一组还是这一组 丈夫代表都不是罪名发起人 看来 这些法官一直躲在背后 操控着这个世界 对母亲的单向审判 正想着 强势母亲 理应被抹杀组的丈夫代表发言了 这一组的穿着 跟上一组截然不同 被控告的60位母亲气质极佳 交好的面容之下 有着坚毅和果敢的不凡之势 然而 与这些母亲对应的 被吊在审判台上的丈夫们 普通长相 普通穿着 看起来十分不搭 主审官 我代表本组丈夫 控告这些强势母亲 极大打击了身为丈夫的自尊心 在家庭中 孩子以母亲为尊 听从母亲教导 极大降低了我们 做父亲的家庭地位 等等 所以你们认为 妻子比丈夫强 就叫强势 我翻了翻60位母亲的资料 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身上 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被控告为强势的60位母亲里 有top企业的女总经理 有靠自己创业 年收入达2000万的女企业家 也有在医学 艺术 航空工程的尖端人物 在外面 妻子当然可以比丈夫强 丈夫代表回应我的质问 但是在家里 她只能是我的妻子 孩子的母亲 公婆的媳妇 他们应该把在外面的 光鲜亮蜜统统忘掉 做好自己的本分责任 什么是本分责任 照顾我的父母 伺候我的起居 把我放在第一位 这样孩子们才会 以父亲为荣 而不是现代这样 什么都是围绕着妈妈在赚 可是 他们的事业 远远超过于你 赚的钱更是你们 一辈子不可企及的高度 更重要的是 他们虽然没有亲自 参与家庭的琐碎事务 比如亲手做家务 带孩子 但是他们给家庭 买了最好的房子 车子 甚至孩子都配有月嫂 做饭也都有保姆 所以你们到底要 控告他们什么 是没有亲自为你做饭 没有显示出你 作为丈夫的尊贵感 还是没有亲自为你倒水 没有给足你在朋友间的面子 丈夫代表痛苦的闭上眼睛 总之 女人就不能那么强势 我笑了 原来你们控告的 不是强势的母亲 而是比你们强大的女人 我扫尸了整个审判现场 想起这17年来 被抹杀掉的所谓的坏母亲 足足有一亿两千万 可事实上 所谓对母亲 是否合格的审判 只是一个幌子 其根本的本质 是对各类女人的凝视和审视 多么可笑啊 接下来 我宣布本轮罪名的审判流程 跟上一轮一样 指控者和被指控者 进入人生体验系统 在系统中实现身份互换 我要说明的是 根据丈夫所控 强势母亲 因为没有亲自承担起家庭事务 所以理应被抹杀 所以在人生体验系统里 丈夫将成为这些母亲 依然是十年为妻 如果此期间 丈夫没有做到 自己所指控的那样 既能在工作中 获得最佳资源 又能亲力亲为操持家务 照顾孩子 伺候老公 那么本相指控将不成立 强势母亲会依照规则宣布无罪 不可被抹杀 反之呢 丈夫代表问 没有反之 我答 我们同意开始 跟上一轮一样 我们观看人生体验系统 所实施播放的视频 依然是视频十分钟 体验系统里 则是漫长的十年 但这次 不到一年时间 就有三十名丈夫宣布暂停 退出体验系统 妈的 我们在外面累死累活 回来还要干家务 这是谁想出来的鬼玩意 老子不干了 在公司别人称我李总 回家我给媳妇端茶道 水洗衣服 妈桌子洗马桶 这还不够我还要亲自带孩子 我就是畜生 也不带这个使唤吧 看来这一轮的丈夫们 比上一轮的丈夫怨气大多了 他们退出系统的时候 骂骂咧咧 都忘了提出指控的 就是他们本人 到第一年年底 六十名丈夫 就已全部退出体验系统 本轮指控 依然无效 丈夫们各个垂头丧气 唯独胖子法官 睁个心红的眼睛看着我 怒念 你知不知道你坏了我什么好事 我当然知道 我微微一笑 对着迈说道 你在外面有了喜欢的红颜之己 比起你那位世界顶尖 航空工程师的老婆 她更崇拜你 你都四十五岁了 她还愿意叫你一声GD 你觉得自己的自尊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你想和她在一起 嗯 包括在一起睡觉 只是世界的规则是 只有抹杀原配才可以在一起 你懂我的意思 我指的不只是合法结婚 更是得到她 简单来说 就是原配没被抹杀之前 你无法和任何一个女人睡觉 这一定让你非常痛苦吧 所以你才提出了这项罪名 想要借此抹杀自己的妻子 因为你知道 只要双审判机制不开启 你就没有任何危险 可惜 你失算了 胖子法官瞪圆了眼睛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眼神里带着一丝恐惧 你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陆念 陆念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么多 我轻哼一声 老色鬼 死之前 你就会知道 审判台上的十位母亲 他们竟然每个人都大着肚子 还不等罪名的字眼 出现在他们的头顶 我就想到了什么 这男轻女虽迟弹道 果然 黄沙卷起 三秒之后 十名丈夫在大着肚子的母亲旁边 也被高高吊起 同时 母亲们被指控的罪名 也浮现在头顶 生不出儿子 这一次 排在前四位的丈夫 都是陆念审判局的同事 看来生儿子在这个世界也很重要 我这样想着 但看着台上只有十位母亲被吊着 似乎又不是我想的那样 你是在想 既然都有四位法官 同时对生不出儿子的母亲发出指控 按道理 这个世界应该非常重男轻女才对 可是你又想 为什么又只有十位母亲被指控 一直沉默的袁绅说话了 我点头 其实 袁绅的语气里满是悲凉 在你穿过来之前 也就是昨天 我还不是主审官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设定了一场 生不出儿子的罪名专场 一共抹杀了多少母亲 我颤抖着身体问道 我甚至不敢从袁绅嘴里 听到那个数字 五十万 我身体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 是昨天抹杀额度满额 才剩下了这十个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显而易见 提出这项罪名的 就是袁绅那四位审判局同事了 不过 看他们掉在审判台上的样子 好像没所谓 也是 前两场审判下来 母亲们没被抹杀 丈夫们反正也没受损失 看来大费周章的双审判机制 也并不可怕 路念 不过就是让我去人生体验系统里走一遭吗 谁怕谁 我的四位同事 在耳麦被彻底关闭之前 对我发出挑衅 他们永远不会明白 好戏只会放在后头 前戏 不过是高潮的预备动作而已 我笑了笑 提示系统审判开始 跟前两轮一样 丈夫代表依然不是罪名的发起人 这些躲在背后操控的无耻之徒 我看着掉在最前面的四位同事 我作为本轮丈夫代表 指控着十位母亲 连儿子都生不出的女人 就像不会下蛋的母鸡 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我们的诉求是 抹杀她们 我们需要续嫌 只要能给我们生儿子的女人 所以你们认为 生不出儿子是你妻子的错 不然呢 子宫就长在她身上 又没长在我们丈夫身上 不怪他们怪谁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 生男生女是有男性的染色体决定的 准确的来说 丈夫的性染色体 才能够决定将来生孩子的性别 那又怎么样 生不出来就该死 我们只知道 什么事情都不能耽误我们传宗接代 那好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人生体验系统吧 体验什么 体验生孩子 在本轮人生体验系统里 丈夫和妻子实现身份互换后 由妻子提供精子 丈夫实现受孕生子 若丈夫无法生出儿子 将被抹杀 听到抹杀后 全场一片哗然 怎么会被抹杀 前面两轮丈夫都没有受到抹杀惩罚 怎么到我们就会被抹杀了 我那被吊在最前面的法官同事 嘶吼的质问 之前那副无所谓的样子不见了 透过她的瞳孔我看到了惊恐 还有女人哪里来的精子 我们进了人生体验系统 别说生孩子 受孕根本就是不可能 我喝了一口茶 人生体验系统的 互换后 你们将会有子宫 你们的妻子将会拥有精子 不过我也温馨提示你们 我脚侠一笑 也许也没有 这就像在这个世界里一样 有的丈夫的染色体可以生出儿子 而有的丈夫染色体 就是不能生出儿子 这跟妻子没有关系 全看丈夫的运气 那么各位重男亲女的丈夫们 祝你们好运 下一秒 丈夫们就进入了人生体验系统 这一次现场气氛 与之前已经截然不同 因为这一次不成功者 可就要被抹杀了 当人生体验系统 传送出来的视频 一秒一秒过去 现场的人们仿佛觉得 此刻正在观看一场屠杀直播 不对呀 难道之前死去的几亿女性 她们就没有这种 被屠杀的感觉吗 还是说 只有死亡之刃 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才会有任人宰割之感 怒念 你绝对会不得好死 只要审判结束 我就弄死你 钓鱼老和胖子法官 在陪审区域对我怒吼 好烦 什么死不死的 怕死我就不会回来 这是对母亲的三轮审判中 人生体验系统 唯一传送了十分钟视频的一次 主要还是怕死 已经拥有子宫的丈夫们 为了不被抹杀 只能选择一次又一次怀孕 当然 已经成为丈夫的母亲们 由于人生体验系统 也不停地逼着他们生 甚至生不出来 就打他们 饿他们 辱骂他们 毕竟 曾经的丈夫对他们是什么态度 现在他们 对他们就是什么态度 由于不停地生 不停地生 其中有两个丈夫 在分娩时 羊水栓色死亡 三个丈夫因为产后抑郁 跳楼身亡 还有三位 为了生儿子 打掉了前面三个女儿 结果因为终生不育 直接被抹杀 剩下的四位 也就是我的四位好同事 为了生儿子 已经拼到了第六胎 被窥视他们身体好 如今 他们也知道了 什么叫做怀胎十月 整晚不能睡觉 什么叫做产后漏尿 当再一次因为 打喷嚏尿射射裤子 而被围观羞辱时 我的两位同事彻底崩溃了 可不可以不要抹杀我们 我们知道错了 生不出儿子 真的不应该指责母亲啊 怒念 求求你了 我可是你的同事啊 我们知道错了 请你结束双审判机制吧 我们再也不会 给母亲们评点罪名 我们知道错了 他跪在地上疯狂的磕头 可是人生体验系统 传送的视频 已经到了9分57秒 你们去给死去的母亲们 磕头去吧 你们去给死去的妻子们 忏悔去吧 3 2 1 随着视频最后一秒 四位设置此项罪名的法官 彻底被抹杀 鲜血溅透了所有的大屏幕 现场的丈夫们一片尖叫 然而 离审判结束还有10分钟 他们只能抱着头 等着审判局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不过 我很抱歉 今天提出控告的丈夫们 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 还有10分钟 就让他们看一看 这世界最后的太阳吧 在此期间 耳麦随着审判结束恢复功能 看见自己的四位同事 被直播抹杀 钓鱼老 死胖子的声音 愤怒地从里面传来 陆念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地方还轮不到你来胡作非为 我微微一笑 所以都到现在了 你们还没猜出来 我是谁 你到底是谁 钓鱼老气急败坏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容易暴躁 还是胖子法官聪明一点 他喃喃道 他不是陆念 他不是陆念是谁 钓鱼老觉得胖子在说疯话 然而胖子开始自顾自地分析起来 他偷走了我们的印尼 所以呢 你忘了吗 印尼是偷不走的 每个法官的印尼只有自己可以拿 如果是普通人接触我们的印尼 就会立刻死亡 而如果是同样等级的法官 偷走对方的印尼 整个审判局都会发出警报 我们怎么可能被偷了还不知道 耳脉里陷入一阵沉默 袁申这时候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您是宋如君大法官 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在机密库里见到过一次你的档案 不过那张档案是被撕碎的 我只看到了您的名字和职称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审判局里除了我 曾经也有一个女法官 还是等级最高的法官 不 不是一个 以前审判局大多数都是女法官 袁申案了一声 看了一眼审判场上空的实印中 我还有时间 所以我跟袁申录念解释道 当初我也是穿到这个世界的 为了建立公平公正的秩序 我打造起了审判局 除了我这个大法官 七名法官中 有五名女性法官 两名男性法官 世界本来一片祥和 后来呢 也许是过于祥和 我们的女法官们放松了警惕 直白点说 他们放弃了对权力的渴望 选择了回归家庭 我停顿了一下 叹了口气 陆念 你知道杜杜鸟是怎么灭绝的吗 嗯 了解一些 当初杜杜鸟在非洲毛里求私生活的很好 当地土著跟他们和平相处 后来杜杜鸟的飞行能力就开始退化 动作也越来越迟缓 同时对人类的警惕性也越来越低 所以当残忍的欧洲人到达毛里求私时 就轻易地狩猎了他们 居安思危 可那时候的美好生活 让我们忘记了这件事 当五位女法官选择了回归家庭的时候 审判局的局势就变了 为什么 他们走了 不能继续挑选女法官吗 这个世界除了我们审判局 还有看不见的力量在背后看着 我只知道当初使的女法官离开后 当性别权利开始失衡 所有的自然也就通通失衡 审判局邪恶的审判就是从那一手开始的 我想要阻止 却被他们联手送上了审判台 罪名是大龄未婚未遇 我那个时候的处境已经有名无实 好在我有大法官身份 虽然他们控告我的罪名成立 但我没有被抹杀 而是被流放到别的世界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我笑了笑 我用了15年的寿命换了一次回来的机会 听完我的话 我感觉到原生的心一沉 我感觉眼睛酸涩 知道陆念的心情很沉重 赶紧安慰他 也幸好 这个世界为了彰显男女平等 特意安排了你这各个女法官 不然我也回不来 不 我没做什么 我是个懦弱的人 怎么会呢 陆念 我占据了你的身体 不过你会被他们拉到审判台上审判的安危 贸然去偷他们的印尼 你明明也可以用意识控制这具身体阻止我的 可你没有 你很勇敢 是这个世界里我见过第二个勇敢的女法官 我笑笑 这个第一个 你看甚至让丢我 陆念见我还有心思开玩笑 这才笑了 然而 下一秒他的脸色就变了 如军法官 钓鱼佬和胖子过来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看到了那两个恨不得宰了我的男人 看来他们想阴闯法官时 陆念有点担心 别担心 他们闯不了法官时 我看了一下审判场上巨大的石鹰中 还有一分钟 在当日审判结束之前 除了主审官 任何人都接近不了法官时所在的区域 不然 你以为钓鱼佬和胖子他们会一直甘愿 坐在陪审区域坐以待毙 但现在他们筹准了时间 还有一分钟审判就会结束 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冲进来对我动手 不过 毕竟他们级别还是低了一点 在最初设定双重审判之初 我就设定了一张抹杀的底牌 当控告者控告率失败达到98%以上 就会被认定为恶意控告 最终的结局就是在审判日结束时被抹杀 所以第一轮第二轮审判时 丈夫们问我如果控告失败会怎么样 我告诉他们不会怎么样 就是引诱他们毫无顾忌地 进入我的双重审判机制中 这样他们才会创造出98%的失败率 至于我为什么那么肯定 他们一定会在人生体验系统里失败 只因为我是个女人 所以我懂母亲们所经历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苦难 当然 为防止世界刷新过一次后 机制被改变 我在启动绿色按钮的时候 利用自己大法官身份预览的机制 确保机制依然有效 不然我待在法官时不就是找死了吗 卢君法官 我们赶紧逃吧 看着就在法官时附近 虎视眈眈持武器的同事 陆年有点害怕 不用 让我们听听他们临死前的咆哮 你放心 没有十足把握 我不会镇守在这里的 我眯着眼睛 看着脚下的世界 我回来了 这种感觉真好 宋如君 你卑鄙无耻 居然用路念的身体偷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做大法官 卑鄙无耻的是你们吧 世界给了你们权利 你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 偷走了一亿多母亲的生命 要我说你们不如就地自尽 给他们赔罪 赔罪 如果不是你出现 开启双重审判 他们就是原罪 你坏了我们的好事 还想让我们去死 做梦吧 钓鱼老狂妄 宋如君 看看审判场上空 那个巨大的石英中吧 当最后一分钟 宣告审判日结束 我们就会要了你的命 这个世界没有枪支 所以他们两人一人 持着两把大坦刀 我看了看 法官实施 悬浮式射击 往前逃就是百米高空 近无可近 再看看残留下来 持有杀伤性武器的 两位邪恶法官 看起来我也是退无可退 然而 我却轻松地眯起眼睛 看向悬挂在空中的 上就要到六点 当巨大的石英中 发出坑枪的第一声 当 钓鱼老和胖子法官的手 开始发抖 当巨大的石英中 发出坑枪的第二声 两个人的鼻子里 开始流出鲜血 当巨大的石英中 发出坑枪的第三声 两个人的身体上 突然出现了上千把 密密麻麻的锋利小刀 开始疯狂地 在他们身上切鸽着 血流如柱 皮肉朵朵展开 两个恶棍仪会发出 让人恐怖的尖叫 向我求饶 救救我 宋如君大法官 一会儿嚎叫着 又对我发出威胁 宋如君 当初我们就应该 联手杀了你 可他们杀不了我 因为我是这个世界 唯一的大法官 跟他们一同被抹杀的 还有审判场里 还没被放出去的 丈夫控告团 分别是 一家之主的丈夫们 共计210名 强势母亲 应该被抹杀 控告组的丈夫们 共计60名 当所有恶意提起 控告的丈夫们 被抹杀后 被控告的300名母亲 终于恢复了 说话的权力 死后劫生 他们显然还惊魂未病 直到审判场的铁门打开 母亲们才确定 自己活了下来 当天 300名丈夫控告母亲失败 被集体抹杀的事件 传遍了这个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当有丈夫因为妻子 生不出儿子 殴打 辱骂妻子 并向审判局 提出控告的时候 他们发现 以前的那套 是真的不管用了 反而自己会因为 殴打辱骂被判刑 又或者被抹杀 也有丈夫会试图 控告自己的妻子 带跑孩子 但是双重审判机制 会让他们知道 原来带孩子 不只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情 到头来 控告妻子的丈夫 反而因为父亲身份的缺位 遭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或抹杀 渐渐的 审判局更多的是 用来审判孽童 家暴 偷拍 霸凌 尾随 造黄窑等等 关乎每个人利益的事情 而不是当初单一审判机制下 只针对女人 母亲 妻子原罪式的审判 社会的公平 公正 逐渐找了回来 丈夫更加尊重妻子 孩子更加尊重母亲 就像大帝孕育万物一样 母亲孕育众生 他们本身 就比任何人都值得 更高的敬意和尊重 尾声 和陆念分离后 我再一次成为 新世界等级最高的大法官 世界刷新 审判局由我重新组建 形成全新的女法官格局 居安思危 成为我们始终的信念 我带领着女法官们 在法官室上 完成隆重的加冕仪式 当所有人都走后 我站在高达百米的法官室上方 看着云云众生 陆念就站在我旁边 好久 我们都没有说话 直到巨大的时音中 发出铿枪有力的当当之声 陆念才开口唤我 宋如君大法官 嗯 我知道了这个世界运作的 最基本规律 我回头看他 他则坚定地跨步向前 世界的所有权衡 不过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我目光如炬 同他一起再次看向远方 高空的狂风刮来 灌满了我的黑色长袍 我急目远眺 这再次归来的万里疆土 不知道下一次 又是水煮臣服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